换位点将,你给我点了的大爹 当楚天秋以为他点的正英雄会是旗下的累赘时 谁知他无形中给旗下配置了一个外置大脑 而此时,谈话间,旗下也解灭了列车的秘密 原来如此,这个世界的答案果然存在于游戏中 竟然真的是龙吗? 早知道我也应该身先士卒,多在游戏当中摸爬滚打一下的 在那场游戏里,我们通过不同的门进入了奇怪的空间 不仅如此,其他人也可以从其他的门前往和我们一样的空间 这只能说明门不是最主要的,而空间才是 那你参透这些门的含义了吗? 楚天秋,我只能说所谓的列车,仅仅是个行司列车的东西 拆开来看,它的真实面目应该是无数个可以穿梭的门 什么? 你是说没有什么列车,只有门吗? 假如你推开卧室的门会到达厕所 往前几步推开厕所的门又会到达厨房和客厅 那你自然会认为,这个房子是长方形,是吧? 难道不是吗? 可如果有人在门上动了手脚 让门可以通向其他空间,就会让你的感知发生变化 假如对方强行将原本相连的房间下意识地组合起来 那人们行走在其中,只会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告诉你 这里好像是长廊或是列车 但实际情况却是无数个不相邻的空间组合了起来 可刚才那扇门的动荡 尤其是你在写下那个鱼字之后,难道它还会通向某个超越现实的空间吗? 不,你想多了 它只能让我们到达真实存在的空间 列扇门看起来就像是疯癫了一样 你确定门那边的东西 真实存在吗? 当然,一个打开门就能到达的空间 怎么不算是真实存在呢? 按照刚才地龙的表现来看 门另一边的东西真的算不上是真实 地龙整天都在中烟之地这种诡异的地方出没 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世界能够吓到它的吗? 现在所有的门都很稳定 它们稳定的像是一趟列车 有着长长的走廊和无数个琐碎的空间 可仔细想想 这里怎么可能会融得下一个时机里的庞然大物呢? 旗下,你已经知道的这么清楚了 难道不担心青龙听到吗? 听嘛 据我猜测,青龙在这里什么都听不到 什么? 青龙如果真的能听 刚刚在我写下鱼这个字的时候 拦下我的就不是地龙了 况且,我刚才试探过了 青龙要来现场观看你和我的游戏 更加证明了,他若是不到现场 便无法知道此处发生的状况 你就凭这个大胆的猜测 青龙在这里什么都听不到吗? 但这个猜测还需要证实 走吧,用你最强的实力和我对上一场 两位,接下来是阅兵 如果确认自己的队伍没有问题 我将带你们分别前往游戏场地 分别吗? 这场游戏难道不是我们一起参与吗? 是,只不过你们所有人站在一起的机会仅有现在 接下来便是团队对抗了 这样也好,给大家点时间自己聊聊 请便,五分钟之后我带大家前往场地 楚天秋,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呀? 还有,现在能不能换人? 不能 可能有点打扰了 但是现在确实需要你们 没关系的 在这个地方能需要我的人不多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尽管说吧 好,其实说白了 我也不知道这场游戏有什么是需要帮忙的 毕竟现在连规则都没有透露 当我选择每一个人都是我能相信的人 接下来咱们先走一步看一步 明明是一场这么大型的游戏 却不率先告知规则 未免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 这地方本来就不是公平的 张律师,他们一直都在想尽办法来杀死我们 所以这很合理 旗下,你说 你说你选择的所有人都是自己相信,相信的人吗? 是 我也是吗? 当然 还一末 这场游戏可不寻常 不仅有帝级的首领帝龙在此作证 更有青龙观战 青,青龙吗? 就是此地的统治者之一 到时候咱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尽收他的眼底 你可不要 太害怕 我 我 这寻常的帝级都对不过了 更 更不必说帝龙和青龙这种人物了 是的 我是主角 我是主角 我不会有事的 我毕竟跟着的是 是救世主呢 是的 主角就算经历再多的挫折 也绝对不会被反派 杀掉的 英雄弟弟 有点不妙 旗下 英雄弟弟似乎进来之后 就不太对劲 是啊 老齐 这小孩确实一进门 就鼻子不舒服 估计撑不太住 这对儿是不是有什么古怪 之前有猜测 正英雄进来可能会受到影响 可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 说说你的感觉 这 这地方气味太太充盈了 我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充盈怎么解释 是气味更加浓烈 还是分布更加广泛 都 都不是 这就好像 好像以前的某种气味 都是从某个人或者某个位置飘散出来的 可这一次好像我们所有人都都站在了气味里 站在了 气味里吗 好像有点明白了 这些灵感类的回响在这里 似乎并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反而是被某种强烈的东西给扰乱了 这会导致 不管是看 听 闻还是摸 都只能接收到干扰信息 我们在什么气味里呢 能不能秀出那个气味的名字 我不知道 它太庞大了 庞大到我闻不到名字 庞大到闻不到名字吗 好小众的形容词 不难理解 若是把这种气味 比作一个巨大的文字雕塑 当你站在它脚下的时候抬起头 也会不知道自己看见的姿是什么 可这样的话 那这个小孩的能力不就是闻味吗 若这里有很多倍的味 它岂不是发挥不出作用 这不就是香水喷在厕所里 闻不见味啊 现在小楚的队伍 虽然稳定性差点 但回响都很强 若是我们现在有个人不能发动回响 我们这不就是开局 就是大烈士吗 没关系 他能进来告诉我这件事 已经算是帮我很大的忙 毕竟让我的某些猜测变成了现实 看来情况比我想的更复杂 郑义雄以往都是回响使用过度 才会流鼻血 直到气味散去才会得到缓解 在这里 岂不是说明他的鼻血根本止不住吗 郑义雄 切断你的回响 接下来的时间内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发动能力 先保命 我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切断 不知道吗 仅仅是个回响 能知道是怎么觉醒的 就能知道该如何切断 我连如何获得清香的都不知道 我只记得某一天我睁开眼 这阵清香就出现在了我身上 我无数次想要主动切断 甚至想要丢掉这个能力 可我没有一次成功过 感觉情况有点棘手 无法切断回响 那郑义雄有很大的概率 会死在这里 拳头 他切不断 你替他切 哦 好呀 不用 我没事 我若是没有这阵清香 那就真的没有理由待在这里了 让我留住这个能力吧 带着这个能力 你会死的 我死没关系 只要我的死能带来其他人的声 那一切都是 值得的 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一共没参加过几次游戏 而且每一次都是死里逃生的狗烟残喘 你就非要选我吗 因为你很强 每一次需要你回响的时候 你都能够准确无误地释放出来 不管你承不承认 你的心理素质都要强过这里大部分人 那不是废话吗 我再给患者进行手术的时候 比释放回响的境遇还要夸张 同样都是一大群人盯着我看 但凡出了一点错误 都会导致患者死亡 身败名裂 以及家属余生的纠缠 虽然我不会死 但绝对会比死还难受 看看 这种心态已经强过大多数的人了 只有绝对高压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强者 你已经经历过了足够多的高压 就算情况再紧急 你也很难失败 对吧 可我不想啊 我是多么俗的人 每个人都说一者人心 每个当医生的人都说自己的梦想是救死扶伤 可我真的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我想的只是医生能赚钱 医生好娶妻 这只是我成为医生的理由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高尚无私的人 为什么非要逼我做高尚无私的事啊 所以你是特别的 什么 就算每个人都知道医生能赚钱 医生好娶妻 也依然有很多人成不了医生 而剩下的少部分人 就算因为这种目标成为了医生 他们也会说自己医者人心 梦想是救死无伤 这才是你跟他们最大的区别